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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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個我很好朋友的故事 我這個好朋友叫做David Ross 是一個美國人,住在聖地牙哥 今年77歲了,有一個很有趣的綠號 叫做Waterman 為什麼會有這個綠號呢? 我想要由他退休之前開始說起 David他在美國經濟最好的年代 他做金融業 當時做金融業是賺到很多很多錢的 而他的志願也是想賺到錢 因為他一直希望的就是 他退休之後可以和他老婆兩個 去環遊世界,好好享受生活 到了他接近退休 他終於賺到很足夠的錢 但那一刻死神光臨 他的太太因為心臟病發 突然之間死了 那一刻他覺得 這個世界好像沒有一樣東西在屬於他 他甚至想過他很想結束他的生命 有一天,生無可戀的David 他就在街上 然後他走著走著,有一隻手抓住他 他看過去是一個露宿者 那個露宿者跟他說 兄弟,我可不可以給我一瓶水 然後他走去買一瓶水送給他 突然之間他找到他生存的意義 生活下去的目的 然後他把他所有的錢拿去買水 每天開始派水 整個聖地牙哥的人開始給他一個名字 叫他Waterman 一個派水的Superman 在我認識David的時候 他在聖地牙哥已經很有名 在網上有他的短片 有他的新聞 有一天我陪他一起去派水 他開了他的一輛 基本上手指一刀就已經破爛的冷車 車尾箱塞滿了水,塞滿了毛尖 我陪他一起派水的時候 見他把水放給每一個露宿者 跟他們會有一個擁抱 甚至會聊幾句話 更加重要的是 他會記得每一個露宿者的名字 我很奇怪 我問David 我說,為什麼你年紀這麼大 你會記性這麼好 會記得每一個露宿者的名字呢 他就說,這一群人 他們什麼都沒有 他們剩下的是一個名字 如果連你都不去叫他們的名字 他們會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價值 那一刻,眼前的David對於我來說 比Tom Cruise、Brad Fried這些萬人迷 更加迷人 David因為覺得這個世界 沒什麼再屬於他 他想放棄他的生命 到今時今日 他很努力地記住每一個露宿者的名字 因為想他們好好地生存下去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生活下去的意義是想要賺多少錢 或者要有多好的享受 但原來上天一早已經賦予了 我們一個寶貴的生命 還有我們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 簡單點想 其實為自己的名字 好好生活下去已經夠了 我王翠如 亦都要為王翠如這個名字 好好生活下去